大家从这个题目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课题 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部分 那么大家可能就要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作为一个社会学家 我们是研究当代社会会关心历史问题 所以我想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研究的动机 研究的动机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现在大家一个非常经常用的词呢 就是这个途径依赖 这个途径依赖的这个意思 当然就是说很多历史上的现象会延续到今天 所以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过去呢 就会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今天 那么这个途径依赖的一个意思 途径依赖的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设施的建立呢 也可能是对历史遗产的一种反应 因为呢我们要去改造它 因为我们要去建立新的制度来替代它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个途径依赖 但这个途径依赖呢 是说对历史一个断裂 断裂以后呢建立新的制度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也需要了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 来更好地认识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历史现象有兴趣 那么讲到底呢我们关心的就是说 就是当代国家这个国家建构这个历史的背景 和它的来龙去脉 这是我的研究这个动机 那么我想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对我来讲呢 这是个交流的机会 所以我不是说我给你们大家做一个讲座 而是说呢我是想利用这个做一个交流机会呢 来听到大家的不同意见 所以呢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研究工作 没有结论 我说在这说了很多东西都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 不是说我已经有了结论 只是要告诉大家啊 这是我的结论 所以我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批评指证 这样的话我可以进一步去修订 好吧 所以这就是开场白 这是研究动机 那么从下面这个研究问题呢 我想先从一个现象来 来这个提出我的这个研究问题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科生制组织 就英文讲的biocracy 这个科生制组织呢 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组织形态 是历史上过去没有后来出现的 那个德国社会学家Max Weber 他在20世纪的初期 才首先使用了这个英文叫biocracy 我们先翻译上科生制组织这么一个概念的 那么当然他认为呢 这种新型的组织呢 有一系列它的特点 比如说它有严密的等级制度 它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行事的 它这个其中的人员呢 受过职业的训练和有职业的生涯 那么韦伯认为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兴的组织形式呢 是因为在近代国家产生的过程里面 面临了很多这个需要竞争 需要这个军事 军事上的这个战争需要 而产生的这种新的更有效率的 组织资源 动员资源组织人士的这种这个形式 包括军事上的赋税财政和这个公事 那么通常大家以为呢 这是在18世纪以后 逐渐产生这么一种形式 那么韦伯也指出呢 另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呢 那就是说在同时期资本主义产生 资本主义大生产呢 需要效率 需要准时 需要协调 需要有可测性 那么这一些特点呢 都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现在的这种 可测性组织 为什么会兴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官僚体制 早在韦伯提到这个 发现这种所谓的新的形式 之前的2000多年 就已经非常完整的出现了 比如说史学家 科隆比亚 现在在科隆比亚的史学家李芬 他在这个 这本书叫做西州的政体 在西州政体 这本书里面呢 就利用了这个西州的 顶文这个考古的资料 发现呢 就说在西州 西州时期 那个时候的这个 所谓的官僚体制 就已经表现出了 几乎和韦伯后来讲到的 这个官僚体制的 很多特点是高度的相像 高度的这个吻合 正在西州 正在西州 西州当然我们说是公元前 这个700多年 那么 日本学者 复古志呢 他在这个2013年这本 下面这本书里面呢 就讨论了西汉的文书行政 那么他也指出呢 在到了西汉时期 就秦汉时期 已经发展出了高度成熟的文书行政 那么这又提出一个问题来 我们怎么解释 在韦伯那里 是一个新兴的组组结构 而在这个中国历史上 2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 我说时距遥远 对吧 2000多年的这个距离 但是呢 形势非常相近 同时呢 又是实质上呢 又有很大差异的 这么两种国家建筑 没查了 他让我查 快把电脑打开 怎么谁电脑开着 谁能查 查轿子 没看 你听音乐吗 你没听音 大家能听见吗 大家能听见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的情况 可以听 可以听见 可以的 OK那我就继续了 所以这又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怎么来解释 打开 现在听不见的 麦克风没打开 是不是主持人把周老师的麦克风关掉了是吧 麦克风关掉了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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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 没有开 嗯 周老师您再开一下麦克 周老师您的麦克没有开 你这个可以 现在好了 刚才我没有动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这样如果在讲的过程里面 如果推荐 大家就通过各种方式给我其实说一下 好不好 要不我这里乌里挖拉的 大家还不知道在说什么 OK 好 那我就继续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现象 就是说两种非常形式相似的组织形式 相距了2000多年 形式非常相似 但是在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实际差异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这是我想讨论的 那么当然在文献里面 包括中文英文的 那么我在这列举一些英文的中文的文献 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在特别的支出中国管道体制的一些鲜明的特点 比如说这个 词位 品位之间的 对比 它冒出 都是一张充满标记的地图 这样 这样 以后你动 以后你动 拉不出来 不要想嚼嚼 您的妈妈 想嚼嚼您 老师一赞 来 对不起 这是哪位老师 不想了 请你观察你的静音好吗 不想 怎么还想 不想 这是哪位老师 请你观察你的静音好吗 主持人再设置一下吧 主持人再设置一下 除了周老师以外 都会静音 主持人会设置吗 我就不知道主持人会不会设置 主持人设置一下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吧 可以继续讲了吗 可以 周老师 继续吧 OK 请 就是在这个文献里面呢 拥有了关于中国官僚体制研究的 很多的文献 我这里就举几个例子来讲 当然这些例子和我的研究工作 和今天讲的研究工作 很有关系的 一个比如说 关于职位和品位 这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 一些鲜明的特点 比如说两重军臣关系 我把这些出处 这些作者都列在这上面了 比如说这个官僚体制的 信息渠道 比如说基层治理和这个乡里制度 比如说家族制度的演变 比如说早期如法国家的建构 前面讲的这些呢 都是史学家做的 这个早期如法国家的建构呢 但是这个赵点心 点心教授做的 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研究工作 下面有一些 我会在这个讲座里面 继续提到的 那么这些研究工作呢 已经帮助我们 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 这个或者说 已经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共识 那就是说第一呢 这个在历史上的中国 在历史上的这个中国官僚体制 与西方的所谓科成制度的 这种制度呢 哇 这怎么回事 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另外就是说 这两者呢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呢 都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 那么体现和塑造了 不同的国家建国的路径 这是我想在文献里 我们都可以看得 读得到这些最基本的 一些判断 那么我今天想在 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前走一步 或者走一小步吧 或者试图走一步 看看能不能 是不是有道理 那就说 中国的官僚体制呢 它具有科成制 和家族制的 一个双元的属性 这就是我今天要 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呢 它就成为中国文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 也影响和正在影响着 当代国家建构的路径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 要讲的这个一个主题 那么我想讲一下 这个像今天要讲的 这个大致内容 刚才我已经讲到 这个现象 后来我希望研究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我想从三个维度 来讨论一下 刚才讲到这个现象 后来想回答的问题 一个从比较自主分析的 这个视角 另外一个呢 从历史视角呢 来讨论一下 国家官僚体制的两元属性 那么还有一个 就从理论的视角 那么这三个视角呢 我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就从比较自主视角呢 来回答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看 中国的官僚体制 那么从历史视角呢 主要想回答一下 说到底是发生什么 或者说 中国官僚体制的 两元属性 体现在哪些方面 那么这个理论视角呢 是想回答 就是说为什么 至少提出一个 一个假想 那么再一个就是 当然讨论一下 它的这个 它的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 第一个问题 就从比较的视角来看 中国的官僚体制 那么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里面呢 有了很多很多 关于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的讨论 叫做家族制和这个客人制 那么家族制呢 在这个文献里面 有各样的名称了 比如有人称到 种族 血缘 亲缘 家族制 等等等等 有不同的说法 我是用家族制这个概念呢 把它们统合起来 来称 把它作为 就是说 用一个统一的 一个概念来称呼它们 那就是家族制 那么家族制 最大特点 当然它是 基于 血缘关系的 因为血缘的这种联系呢 又世代相传 又延续到了 其他的这个旁系 所以我们出现了 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种族 那么家族制最大特点 当然它是一个 父权结构 那么父权结构 一方面来讲呢 它是有个等级制度 那么另外呢 它又是亲属有别 所以我们说亲亲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特点是 父权 父权这个 这种权力结构 也是血缘 或者说家族制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根本性的特点 那么家族制在早期呢 在所有的 这个氏族社会里 应该说都 都密切关联的 所以很多这个研究者 特别是人类学家呢 通常都把它们看成 所谓的称为自然秩序 因为最早出现的时候 它总是和 最早在这种 人类的这种组织方式 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是家族制 那么科生制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因为是韦伯 首先提出来这个概念 所以呢 在文献里 通常又把它称为 是韦伯式的组织 就是具有了韦伯 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特点 一个是在结构上呢 它这个层机结构 而且呢只能是分化的 在一个在这个组织内部 所以这个中国 这个词翻译成科生制呢 是非常这个贴切的一种翻译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它这个用正式规则 和文件指定 来这个操作这个组织的 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它是一个专业 专业化训练和这个 职业的生涯 那么这些特点呢 我们看到这一类的 科生制组织呢 应广泛的存在于 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的 比如我们说政府组织 企业组织 学校 医院等等等等 包括幼儿园 都是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高度分化的 成绩的结构 还有什么这个规章制度啊 或者专业训练等等等等 那么这两种组织形式呢 如果按韦伯这个提出的概念 可以说把它看作是理想类型 那么理想类型就说 它们各自有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而且这两个特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对这个在这个家族制 和这个客人制之间呢 确实是有很鲜明的对比 然后这个刚才已经讲到了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问题是 我们看到这两种 这个组织形式 是不是一种所谓 从一种形式 到另外一种形式的过渡 比如历史上 大家有历史 或者现代化理论 同常讲 哦 家族制度是过去传统的 那么可能是现代的 我们从传统到现代 所以有这么一个过渡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说 它可能是并存的 是兼容的 甚至可以互购的 那么这一概念 我在下面会进一步讨论 还有一个 如果是 不管是说 是一个演变的 还是说它一个相互交融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那么这就是我希望讨论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 比较家族制 在欧洲和在中国的 这个演变的这个路径 中国史学者 顾利亚 在很早以前 在60年代 就提出这么一个观察 他说呢 这个中国的州朝 和中世纪的欧洲 它有2000多年的 这个遥远的距离 这个时间的距离 但是这两个 而且呢 这两个封建制度呢 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的 但是呢 两者呢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就说欧洲的 发展起来的 这个封建制度呢 没有主动崇拜 这个世纪传承这种大宗族 或者建立在这个宗族以上 绝对的忠诚 在欧洲是没有这种状况的 而在中国 那么他提出来的 在中国呢 这个封建制度 这个宗族制度呢 或者家族制度呢 在中国的封建制度 或者其他制度里面呢 都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这是史学家的这个看法 那么这个观点呢 或者这个基本的观察呢 在很多的文学 这个研究里面都出现了 比如说这个人类学家 Robert Bella 我们翻译贝拉 他也讨论过这个现象 那么他就这样说过 这样一段话 和与其他已知的 历史文明形态相比 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 当代西方社会根基 与家庭的关系最为疏远 与此相对的是 家庭在中国文明中 占据核心地位 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对比 那么另外 经济史学家 他提出另外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 但是也是 最后走到 走到同样一个结论 他指出呢 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教会 他为了争夺 这个信徒的 这个土地所有权 所以他们会积极地参与了 塑造这个婚姻制度 那么推动了 核心家庭的这个发展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排斥这个延伸的 这个学员关系和宗族 这就为什么家庭 而不是家族 在西方成为一个 主导的这个社会组织形态 另外呢 社会学家 现在上海大学的肖英 肖英教授呢 他最近写 近些年写过一系列的 研究工作呢 非常深入讨论了 这个家这个概念 在中国文化里面的意义 那么在他 我引用他的话来说呢 他说家对于中国而言 是一种总体性的 和根基性的言语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学术界呢 应该有很多的研究工作 都在都注意到 就说这个家族 是在这个欧洲 和在中国 在不同的文明里面呢 他占据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这讲的最有意义 对我来讲 是最有这个启发意义的呢 是Gary Hamilton 一个社会学家 他在比较这个 也是比较这个欧洲 和中国的这个家族事实上 他都写过两篇 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文章 他就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在历史上呢 欧洲与中国存在着 不同的家庭制度 因为它是不同的家庭制度 都是家庭制度 但是它是不同的 家族制度 所以它在向不同方向演化 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制度 推动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发展 比如说欧洲的家族制度 他认为呢是建立在这个罗马法的基础上 他这个罗马法当时强调了契约性 和参加各方的这个法律地位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在这个比如说在罗马法这个这个这个技术上呢 他在父子关系里面呢 他左眼的是父权的法律规定 他要保护父权 他怎么保护呢 他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上的这个这个条款 来规定哪些是父权 比如说父亲有权来确认谁是家庭成员 或者家庭成员的分配和继承 应该是怎么样进行 这个父权可以决定的 但是因为他是关注是法律的权利问题 父亲的法律权利 所以呢他推动的是一系列的相应的法律制度建立 这是说从欧洲的这个这个家族的推动的演变过程 那么这个契约精神和法律制度呢 就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呢 后来又延伸到了其他领域 就影响到了新的组织形式 比如科生制 在这个西方这个背景下呢 就更多体现了这个契约 契约的这种这种这种形式 还有组织内部的雇佣关系 比如说这个劳资关系 这也是和这契约 大家如果读一下 Plan E的这个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讲的后面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还有就是组织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现在大家讨论的这个市场 背后的这个法律制度的问题 这是讲的欧洲的发展轨迹 那么在相比之下 这个Hamilton提出来呢 中国家族是呢 他是一个走了一个不同道路 他不是静止不变的 他也是在发展 但是呢他的发展呢 是发展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轨迹上去了 那么具体来讲呢 就在父子关系里面呢 在中国的家族是呢 更关心儿子子女 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孝 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就讲了很多的来阐述一下 就在明清这个各个历朝历代呢 是怎么样逐渐发展起了一个关于各种社会角色的 和相应行为的一个规则体系 那么这种规则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呢 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以通过类比的机制呢 泛化和延伸到其他领域去 那么就在其他各个领域里面呢 都建立了类似的权威关系 比如说我们讲父子关系 那么父子关系呢 那么后来可以延伸到比较师生关系 对吧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这个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是吧 还有师父和学徒这样的关系 雇主和雇工这样的关系 当然皇帝和官员这样的关系 都可以用父子关系来比拟 那么来做类比 建立相应的这个角色 行为期待和他们的权威关系 那么这个这种延伸呢 我觉得费老通先生用这个 差序格局的这个组织方式呢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概括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费老提出来的 这个差序格局呢 是比较西方的所谓的团体格局 他认为呢中国的团体格局 当然就说每个人和其他人 都在平面上发生类似的关系 但是呢费老提出来拿出 在中国文化里 这个社会关系呢 不是一个所谓的团体的平面的 或者是类似的关系 而是一个差序格局 就像一个石头丢在水面以后 它产生很多的波纹 所以每个人和其他人发生的关系 就像波纹一圈一圈的 是逐渐推演出去 而且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在这里特别提出来 就说这个和别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呢 它不像团体里面 就团体格局里面的分子一样呢 大家都立在一个平面上的 而像水的波纹一样 一圈一圈的推出去 越推越远 也越推越薄 那就说每个人之间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呢 是不一样的 是有差异的 是吧 如果我们来用一个 用一个图来形象的来表达一下呢 那就说 这样一个差异格局的 这样一个所谓同心圆的图 那么在这个最中心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 我们用我们自己和其他人 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呢 我们是用 他们和我们的关系 这个血缘关系 或者逆血缘的 泛血缘的关系来看的 当然家庭是离我们最近的 所以在最内边这一圈 那么家族的其他成员 是离我们其次的 那么在外面这一圈 那么再远一点的 当然是远亲 那么朋友 当然最远的 当然就是那些陌生人了 就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呢 是都是有这个差 是有差异性的 那么这就提出一个 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 有哪些基本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这个关于中国 关系网络的研究工作 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领域 无数多的文章 无数多的这个学者 在里面做了很辛勤的耕耘 那么大家最后发现的一个 我想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就是说中国的网络关系 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 特别是我们看到 写英文的时候 把这个要讨论中国关系网络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把关系 这个汉语拼音用上去了 就关系和比如我们讲 英文里面讲 这个社会网络都是social network 但我们讲 中国的social network是关系 这个关系呢 意思就是说和其他是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是不一样 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或者我们通过阅读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般讨论的关系网络 social network 关系网络呢 都是建立在所谓的互惠技术上的 所以呢 这个人类学家曾经讲过 说这个互惠原则 是这个人际关系 或者社会关系 最基本的这个 fundamental的这个principle golden rule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社会关系 一定是要有来有往 对吧 使大家互相投入的 所以呢 它一定是一个互惠的 是合理的 所以呢 双方都愿意去投入到 这种关系网络 当然也可能是有长期 也有短期的 也可能有长期的 或者从短期发展成长期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社会关系的强弱 和它的变化 和你的互惠的程度 人们投入的方式 和相应的成本代价 是相关的 换句话说呢 当一方投入很多 另一方投入很少的时候 可能这个关系 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所以它的互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则 那么在中国情形下的 这个社会网络 或者我们讲的关系 那么我认为 就是刚才 从我们刚才讨论 这个线索出发呢 我认为呢 它有另外一种社会关系 那就是以身份 基础上的网络关系 我认为这是中国关系的 特征 它的核心问题 那么 那么所谓的身份网络呢 或者身份技术上的网络关系呢 它是建立在家庭 宗族或者泛家族 这么一种技术上的 它而且呢 它可能是多元 有多维度的 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比如血缘 同学 同门 婚姻等等 都可能在同时发生作用 所以我们 我们处在一个 不是一个单一的 所谓的这个受 互惠的这么一个 说 我们俩这个交往关系 我们都互惠 而是我们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社会关系 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 那么 这样一种 身份基础上的 网络关系呢 它去更 更稳定 更坚韧 有更长期性 那么 这个我认为是 中国社会 网络关系 不同于 特别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西方这种家庭关系 没有产生所谓的 血缘性的 这种身份 和他们身份基础上的关系 这个所以 我就是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我还没有注意到 在很多人在 在这个层上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 这是我在自己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想到的这么一个 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差异性 那么 中国的这种身份基础上的 网络关系呢 或者差距格局呢 也就为这个社会的整合 和这个政治的整合呢 提供了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说我们来 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 这个比较制度的视角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 大家知道这个 在这个 德国的哲学家 亚斯贝斯 曾经提出为一个轴心时代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就是说 他的这个基本的观点 就是说 在这个公元前的八世纪 到这个公元前二世纪 这个这么一个阶段呢 实际上各大文明呢 都逐渐的 产生非常明朗的脉络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乳学 或者说说孔子的学说 比如说伊斯兰教 基督教 印度教 后来当然还有这个希腊 希腊文明 都是在 大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呈现出来了 而且呢 走上了各自的演变的道路 后来形成了我们 说世界为名的这个 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波澜壮阔的 这大的这个这个演变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把欧洲和中国 这个这段时间 做一个对比的话 那么我们就首先看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他们的起点的 这个家族制度 他们都有家族制度 这是我们所谓自然秩序 但是呢 是不同的家族制度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又产生了不同的演变的轨迹 推动了社会的 其他的各个方面的 这个社会制度的 这个演变 这就是一个比较视角 让我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中国的家族制度 到底有什么 哪些鲜明的特点 那么它就提出一些 新的问题来 就是我 当然是我们 更关心的问题 就是中国文明 这个进场 特别是说 这个家族式的这个特点 它和与这个国家 构建的这种路径 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家族式如何影响 中国官僚体制 或者说反过来讲 那么中国官僚体制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 又怎么去影响了家族制度 那么或者这两者 可能是互为这个影响 我可以说甚至可以互购的 这就是我想是 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那么我现在就想 从第二个方面 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一下 就说中国这个官僚体制 在这个家族制度 大的这个脉络里面 到底发生了 体验出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当然我开始已经讲过 我认为它体现出 所谓两元的 就是在介于 这个或者说 家族制和科生制之间的融合 和发生了一些 非常密切的互动 那么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从文化制度上来讲 来讨论一下这个家庭 家国同构 这一种这个制度安排 那么还有一个 从组织制度上来讲 那么我主要想举一些例子来讲 就是说中国官僚体制 体现出了这个方方面面 体验出一些二元的属性 这就是我下面要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 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在这个方面 主要是借用了史学 还有其他领域里面 已经有的研究成果 我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 我只是按照我这个研究线索 把这些有关的史料 和研究发现的整理出来 来说明一下 我想提出来这个观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国家建构 这个宏观层次上的 所谓的家国同构 那么我把它充为是一个 文化制度上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可以从比较的视野 再回头看一下 就是说在历史上 这个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呢 通常都有两个权力的渊源 这个特别是和欧洲的 这个历史相比较 那么这两个权力渊源呢 一个是政治上的 一个是宗教上 那么在欧洲呢 这两个权力渊源呢 一直是分离的 不仅分离 而是相互竞争 相互争斗的 但是在古代中国呢 这两个权力一开始 或者说至少从前以后 就是集中在了这个皇帝手里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皇帝同时拥有了 就是说按照韦伯尔话来说 既有政治权力 也有这个教父的这种地位 那么这就是说 在早期的中国国家建构里面 就有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一方面 它有非常成熟的官僚体制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从前以后的军县制 这个可能已经 可以说是非常成熟建立起来了 我最近读一些文献 就包括的相礼制度 也有非常非常 这个从这个可以说 从州里开始 就一直有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建构的过程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隋唐以后的这个客举制度 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 人事上的这个选拔 和这个调配制度 另外我们都知道 这个关键这个指令传递 文书管理 在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里面 在历史上 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发达的 但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 就是说它在这个组织程度 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官僚组织 在组织程度和规模上 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是用了思想文化 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另外一种补充的机制 这就为什么当皇帝 和这个和这个 他的这个政治权利 和他的这个所谓宗教 或者意识形的权利 都掌握着手 这两者之间 它就有一个不像是在欧洲 欧洲是要竞争 竞争就是说 哪一方要发展自己的力量 来排斥另外一方的 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对相对于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是军营宪制 很早就确立了 对吧 但是呢 它的官僚行政呢 实际上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发达的 对吧 我们都知道在正式制度上 在很多的朝代里 都是持有限制级 但下限制以下呢 也有相理制度 但是相理制度呢 不是正式官僚制度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有一个这个 特别在这个秦汉以后的 这个儒家学术 那么汉以后是确立起来 这个意识形态呢 这个从我们通常讲 这个修其置评 就把个人家庭和国家呢 联系在一起 这个我们如果看一下 其他国家的这个文明 这个历史里面 是这个环节是 很多国家在很长时间 都没有国家的 对吧 在中国很早很早 就已经建立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联系 那么换句话说呢 这个家庭 就国家和家族这种关系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 长时段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从东周 出现的这个中 我们中法制度 中法制度讲 这个大中和小中 时间关系等等 这个在有很多的文献 在讨论这个问题 和随后历代的 比如我们称为大家族 豪族 世家 等等等等 这个脉络一直持续到了 一直持续了中国这个各个朝代 那么皇权呢 在很多的这个 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史料证明呢 皇权一直非常积极参与 和这个支持了 这个家族的发展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个史学研究里面 提出的 这个秦汉帝国 这个二世爵位 就是说皇帝通过 把爵位一直延伸到乡里 到乡村去 用这个长老制度 来维系 这个基层社会的 这种整合 那么当然我们 很多这个新进的研究工作 特别讨论到明清 这个地方家族的 这种大的发展 和兴起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家族呢 又以托皇权 发展起来 比如说有的研究 注意到 这个家谱里面的这个牌位 如果说这家族里 哪些人 经过这个公民 都得到了所谓的 这个皇帝的承认 或者这个 这个科学制度承认 那么他的地位 就会比别人要 更具重心 那么还有一些 当然很多人 这个研究工作 都 都这个 讲这么一个道理 就说 当你一家 除了公民 除了这个成就以后 这家族就更新旺起来了 这吧 建赤塘啊 修家谱啊 但是一旦公民没有了 这个家族就开始衰落起来 衰落下去了 所以这两者呢 一直是相互依附的 当然同时呢 他们又是紧张的 但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他们实际上在 就是在历史上 在这个中国古代的 这个传统里面呢 这两者一直是兼容的 那么这就是出现了 我要讲的这个家庭 家族和国家的一个 同购的过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这个 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权威关系啊 是相互兼容的 对吧 我们说君臣父子 对吧 换句话说父子的关系 就可以类比成君臣关系 那么这种同购类比的这种机制呢 就我们前面讲的 就延伸到了这个社会的各个 各个领域里面去 互为应造 互为强化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父权社会的对权威的恭敬和服从 首先从父权开始 对吧 然后再延伸到了父权的 我们和其他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关系 当然还有我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对吧 这就是说他这个家国的同购啊 是一个一体化的这个过程 当然这里面扮演最重要角色的 就是这个儒家的这个意识形态 然后当然每次要提到儒家意识形态 都会有一片不同的声音 因为大家在读这个儒家学说时候 大家都带着都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价值判断 那么我想强调的 就是说我怎么来这个 从这个研究角度来讲 怎么来看这个儒家的意识形态呢 我觉得这个桑伟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史学家 在他的这个 在这个一本书在叫 儒林外史的这个考察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儒学的二元礼 我觉得特别 我特别赞同他的观点 他说儒学啊 实际上是有两充性的 他在俗世里面 才能确认神圣 所以他一方面是道德的 所以很多人讲 儒学里面讲 都是很多道德上的 这个高峰亮节的事情 这个一个怎么去做人的问题 但他同时也是功利的 他其实象征性的 也是工具性的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他一方面呢 是一个道德的 很多的道德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信条 但是这样一个神圣的 和自然的这个规范秩序啊 同时也形成了政治关系 和现实现实秩序的一个基础 说他的运作呢 和社会交换协商 权力操纵是密切相连的 我认为这个是真是说的很到位的 就是儒家的这种二元礼 道德的 但同时功利的 象征的 同时也是基础的 都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加里 加里构成了儒家 相同秩序的一个核心的单元 但他同时也参与到了社会经济资源的 控制和分配过程里面去了 对吧 付权和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度 他承担了世俗的工具性的功能 这个我认为是这个是我们 就在我来看 儒学怎么最后塑造了中国国家 中国国家 中国社会的关系的时候 是带来这么一个双重的 所以二元礼的这么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呢 那儒家一方面 它规范了我们的社会关系 和这个权威等级制度 比如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照片里面的 这是个医患关系 对吧 医生和一个小的病人之间的 这个鞠躬治医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温情的 这个社会关系 但是呢 同样的这么一个制度呢 它也可以参成一个 高高在上的皇帝 和一个这个屈膝 这个治理的这个 官换 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差距格局 它是有另外一种意义的 那么我们再来 回头再来看这个差距格局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差距格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和其他的人呢 我们其他的社会群体呢 我们都有一定的社会距离 我们根据我们和他的社会关系 来发生了远近 亲属不一的社会距离 对吧 但我们可以想象呢 革命有很多这样的 这个其他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自我为中心的 这个所谓差距格局 对吧 我们可以假设 这是一个大的家族 对吧 我们说大宗 那么大宗的 这个大宗的下面的 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呢 可能因为婚姻呢 因为其他的这个结合呢 又产生他的自我 他的家庭 他的其他的家族 和他的朋友去圈子 对吧 所以这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还有呢 这个家族里面的其他人 也有类似的 他的自己的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 家庭家族朋友 那么他的朋友 也会有自己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 这个 家族和朋友圈子 和他的陌生人 所以我们这样看到以后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是个立体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我们来想象一下的话 有点像是社会关系网络里面的 这种所谓的不同的圈子 或者不同的社区 它是亲属各异 松紧不一的各种社会圈子 这是我们说 插序格局 在一个整体上 所以应该产生的一种 一种一种状况 那么他的意义是这样的 第一呢 我们过去讲的 这个插序格局呢 或者费药通先生讨论呢 更多的是讲的说 在平面上的 这个亲属有别的 这么一种关系 但实际上呢 后来很多学者 我这列了几个 就是闫云祥 吴飞 还有非洲 他们的研究工作 特别强调 还有个立体的 所谓的这个垂直的等级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么还有我要强调一点呢 就这种差距格局 或者立体的 这种各种社会圈子呢 它有它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它是内在呢 它是有这个凝聚力的 对吧 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 来排列和其他群体 这样的关系 所以离得越近 当然就有很多 更多的向心力 但同时呢 它有一个排他力 外在它是排他的 这才是一个一个 这个我们说一个 two sides of the coin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对吧 它内在是有凝聚力 但它同时又会产生对外的这个排斥力 因为什么呢 第一 这个它核心问题 核心的这个是差异性对待 每个人的对待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根据它的社会距离 还有就是说这个社会圈子之间 需要竞争资源 竞争机会 那么这种等级关联的泛家族关系呢 就会蔓延到了 就是说这个其他的领域和更大的范围 那么当它和这个社会的和中国官僚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法律的儒家化和组织的儒家化 这就是我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这种插序格局的这个社会关系融进了官僚体制 或者和官僚体制的方式作用时呢 就出现了我要讨论的 就是科征制和家族之间的这个两元的属性 那么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这个这个刻画一下的话 就说官僚体制在一方面有非常鲜明的 所谓的科征制的这种特点 对吧 垂直的等级制度 但是从家族制度的角度来讲呢 它有平行的差异性对干 就社会关系融入了我们的这个所谓这个官僚体制本身的 这个日常的这个操作 那么再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 科征制和家族制呢 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 比如说等级制度呢 是一个自尚而下授权设计出来的 对吧 谁有权力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样权力 但家族制度呢 它是和这个儒家文化的意识形态关联在一起的 就是说亲亲这个亲亲叔叔这个亲属关系呢 是按照我的比较学员关系 或者泛学员关系里面的 同门同乡啊 这个啊 同学等等等等 是按照这样一种关系来判列的 这个和等级制度本身不是直接发生关联的 所以它是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 但是呢 它是互相兼容的 换句话说 同样的这两个不同的这个逻辑呢 在人们行为中是可以同时体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下面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这就引导我们走向了这个重新来看 刚开始是我提出来了 有两种这个不同的理想类型 一种是家族制 一种是客人制 对吧 这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 但是在中国官僚体制呢 我认为呢 是两者混合以后产生了新的 所以呢 我觉得历史上的中国的这个政府制度 很难把它称为是客人制 当然也不能说它是完全就是家族制 所以中国的官僚体制 我想应该把这个名词专门保留起来 就指中国历史上这种很有鲜明特点的 这种形式 它不同于客人制 也不同于我们所谓的家族制 而是一种新的混合型的这种体制 这是中国官僚体制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第一是正式的官僚体组织制度里面呢 它和这个所谓家族式的这种人事关系呢 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我在想 思考这个问题之后 我在想就想象到这个 这个社会网络分析里面 有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模式 叫做Durality这个模型 那么我想就是就在两者之间结合产生的 那么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家族的融进了客人制 而且呢 他们在这个正当性基础上是兼容的 就互相彼此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两者呢 又发生非常各种各样的关系 下面我们会具体讨论的 有些呢 可能是共存 有些呢 是兼容 有些呢 是互构在一起的 而且呢 他们存在于官僚制度的不同的环节 和不同的侧面 这就是我下面想讨论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是家族同构一个大的文化传统 怎么样引到了我们说这个国家 这个这个客人制度和 和这个我们说家族制度之间的融合 那么下面我想就想举一些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官僚制度里面呢 官僚组织制度里面呢 它这个两边属性呢 是体现在哪一方面的 那么我列举了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在这个读一些文献 在思考这个问题 看他们到底是是不是说体现出了这一方面 那么我先列举这些东西呢 这个我不知道时间有多少时间 也可能我只选其中一部分讲一下 但我想把它列一下 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的儒家化 客举制度 人事制度 幕僚制度 丁优制度 和双维政治 我认为在这方面 我还可以再举其他的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说比较重要的 这个中国官主体制 一些这个制度的侧面和环节 都体现出了这个双人的属性 所以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儒家 法家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 这个法和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 是一个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 是吧 我们知道是法 这个按照这个管子 这个当年的一个说法 就不知亲俗 远近 诡见 美物 以度量端子 才可为止 这是当然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这叫法 那么这个法呢 又得接近我们通常讲这个法律的概念 对吧 法律说用抽象的这个规则 应用到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事情或者是人的身上 但是中文的理 那么儒家的理呢 当然讲的是另外一个一个逻辑 那就进退有度 尊卑有分 未知理 对吧 所以这是差异性对待 那么前面这个可以说是无差异性对待 那么这是差异性对待 所以这个曲同志先生啊 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提出这么一个 这是在1940年代 就提出这么一个 很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 他就成为这个法律的儒家话 这是他这样来解释的 这所谓的法律的儒家话呢 表面上是为民行毕教 骨子力则为以理入法 就是怎样将理的精神和内容 串入法家所逆定的法律里面的问题 换句话来说呢 那就是怎样把统一性的法律 前面讲统一的 成为有差异性的法律的问题 就说这个同样的法律 但是呢 对不同人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这个许农主先生讲的 那么我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这个 在明朝这个最 很有名的这个海瑞 官员海瑞 这个他是以这个公正 这个不额这种形象出现的 对吧 这是他留下的一段话 就是告诉大家 他就实际上是在 有点像是这个教化大家 应该怎么样去判案的时候 他这样说的 他说这个凡宋只可疑者 当你不能确定 这个 这个一个民事输送案子 举个例子来讲 那么 如果兄弟之争 宁愿与其取兄 宁取其弟 就是说他弟 如果不能判断的时候 宁愿去委屈他的这个地理 不要不要这个趋就 他得不要去这个 去就是说错误的charge 这个他的这个凶 在苏白之间 也是苏白和这个 执子之间的争论 也是这样的 平民和富民之间争论 这个鱼质和这个 雕丸之间 都是说要这个 按照他的这个所谓 道德原则来学 那么这里说呢 说是在增产业 与其屈小民 命屈相换 以旧避也 是在增严茂 与其屈相换 命屈小民 以存体也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在判断形式纠纷 按地的时候 如果你的证据不足 不足以判断 是非的时候 有一个大的原则 对吧 这个大的原则是 旧避和存体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就应该对不同的 要么就是说 你应该取这个相换 要么就是你应该取小人 就是小民 实际上就是说 弱者和强者之间 是不是 换句话说呢 我们看这个法律啊 它不是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 是一个抽象的原则 它是有很多道德的基础 而且它对不同的人呢 它的实行起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说 这个曲东主先生讨论 这个以法入 以理入法 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从 曲东主先生提出的 法律的儒家化 我想把它往前推进一步 叫做这个组织的儒家化 其实这是非常小的一步 非常小的一步 为什么呢 就是说法律啊 实际上是官僚体制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 官僚体制的 这个官员行动的一部分 对吧 我们知道官员在这个 在历史上 他有很多的责任 包括签良 行民 教化 治安等等 所以呢 这个行民当时 和法律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其他方面呢 他既然在 在这个行民这方面 他可以把 把这个法律 用儒家的这个 这个礼 渗透到法律上去 在其他方面 应该是有类似的 这种情况的 就将礼的社会关系呢 渗透到 这个柯东主的政治结构 和它实践中去的 这就是我称之为 组织的儒家化 而且这个是应该说 是这个这是一小步 而且是很自然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就在这个官僚体制里面呢 它是有正式 正式形式上的 这个课程制的 对吧 而且是应该说 在很多方面 是非常严格的 所谓课程制度 比较人事管理上的 科技选材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另一部 的 他在这个 这是要从明朝开始 这个 实行了 就是 很多 很大一部分官员 是可以抽签来决定你 你到哪去 这个流动的 那么还有答案就是 这个信息传递渠道 和这个制度条例 应该说是 都是有 非常多的 这个 这个 事无巨细的规定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呢 它在这个 很多实验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儒家化的 一种做法 我和儒家化 就刚才讲的 二元礼的 意义上的儒家 结果一方面呢 它建立在 身份基础上的 这个网络 比如童年 童乡 童门 等等我们以前 刚才讲到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我们 比如直观 我们看到一个群体 乡绅一个群体 利益 异利 也是一个群体 但他们内部 你都可以看到 家族的痕迹 这个 我们下面会讲到一些 但是更多的 我想大家只要去 读一些文献 就可以看到 他们背后都是在 一个都有家族的痕迹 而且呢 他们体现在 这个官僚体制的 不同的环节和侧面 那么下面我想 我再继续 举几个例子 比如科举制度 那么科举制度 应该是这个 我们每每想到 中国的官僚体制的时候 科举制度是一个 最理性化的 一个展示了 是不是 一方面我们知道 它打破了 过去所谓的 推荐制度里面 那种特权 那种庇护关系 通过一种 严格规定的程序 来以采取 不管这个 才是什么定义 但是它是通过一个 非常严格的 程序性的过程 那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非常接近 韦伯讨论 提及的 这个当代的 这种 这个科典制的特点 就是说 它有专业化的训练 对吧 当然很难说 它有专业化的 这个 这个 生涯 因为 中国的官员可以退 退出官场 对吧 就是在历史上 但是非常接近于 所谓 统一的专业化训练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 科举制度 是一个非常理性化 非常符合 所谓的 科典制度的 这种很多特点 但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 就是说 这个家族制度 也是渗入了 这个科举制度 的方方面面 就举个例子在讲 从一开始准备科举 家族就积极地 参与进来了 对吧 我们知道家族 为子女 他的这个家族里的 成员的这个准备 应试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这个资源 和机会 对吧 而入室以后的官员 也要被期待 就是你要反腐 自己的家族 所以这个是 大家都已经读过 这个类似的违线 所以家族一开始 就积极地参与进了 科举的整个过程 那么另外 这个家族的类比 也在这个科举过程 和之后 为它这个社会圈子 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比如我们说 童年 童门 童乡 等等这些 都是建立在家族制的 这个最基本的 意义形态上的 所以孔非利在 有一段 我就讲的 非常非常到位的话 他就说这个 18世纪 官场里的接党行为 一般来说 并不以 关于政策的功能看法 为前提的 不是因为 他们有政策上的 看法 或者主要不是 而是建立在 宗族 相议 和私生同盟关系 的技术上的 那么下面这句话 他说 科举考试 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 生产 彭党的 做法 所以彭党 当然就是说 一种非常 解密的这种关系 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 范家族关系的 这么一种 一种机制 好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人事和信息制度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人事制度单 是一个 或者信息制度 都是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 都是非常具合心地位的 那么在中国 历史上的官僚体制里面 这个人事 人事的任用 也有非常鲜明的 这个两层性 那么一方面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 科层制和家族制度 也是在紧密交融的 那么比如说 阎伯克先生提出来的 这个职位与品位 这个很突出的特点 那么什么职位呢 职位当然就是说 因为你被任命到一个位置上去 你有相应的权利 对吧 品位什么意思呢 请问说 即便你退出这个位置了 但你还有这个级别 你还有这种待遇 对吧 这就像我们国际讲 这个家族一样的 家族我可以退下来了 不再做 比如组长 或者不知道 但我还是长老 我还有 我是个家体 这个家族的成员 这个成员权 我使用还是拥有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这个权利和身份呢 发生密切的联系 这个和我们通常讲 这个所谓的 科层制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侯虚东先提出来 这个二重军臣关系 这个二重军臣关系呢 就是说 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官员的职位的分配 可能通过另一步 就这个分配的官员的流动啊 任用啊等等等等 但是皇帝总是要握住非常大的权力呢 来把一些按照重要的位置上 来安排他的这个人事 那么这个呢 这个侯虚东他们提出这个信和认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很巧妙的用的这个词 就是说首先你要相信他 那么然后呢 你才把他认明到一个重要的岗位上去 这个相信怎么来的呢 那么相信 当然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原因 很多的这个因素 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家属的关系 或者饭学员的关系 对吧 我对你才有信任 你才是我的人 那么我才可以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 这个比较这个是 在历史上的这个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么同样的逻辑呢 后来这个胡恒和他的团队呢 在研究这个清朝的这个官员的流动的时候 也有这个类似的发现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官员流动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情子缺 或者这个不选缺或者提掉缺 这个这些呢 情子缺单是由皇帝来认命的 所以胡恒他们的研究就发现呢 这个皇帝还有很大的权力 来认命所谓重要位置上的 这些这个调配呢 都是由皇帝来认命的 而其他的这些调配呢 是服从了我们说的 柯层制的这种逻辑 通过抽签和从利部 按照需要来进行这个调配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 柯层制和家族制 同时在双轨的运行 所以这就让我们回想到 刚才提到的这个身份 身份技术上的网络关系 对吧 我们是和其他人的发生关系的 但我们发生关系呢 不是简单因为是个互惠关系 而是一个身份上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在这个所谓差距格局上的 不同位置 而发生了一种这个 所谓的血缘关系 或者犯血缘关系 那么这样导致了 我们的机会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 信息传递的这个制度 在关系体制里面 也是有类似的情况的 一方面它有政治渠道 比较官方的文书 周章的城报 它有一整套的程序了 但还有另外一种 就秘者 秘者制度就是皇帝特许的 一种这个信息传递渠道 这是建立的特权和信任 基础之上是吧 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 类似这个方面 我就不详细讲了 那么但还有其他很多方面 这个幕僚制度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我就有结果就跳过去了 这个一个幕僚制度 我觉得也具有这种 所谓两元属性 两元属性 所以一方面呢 它是这个从科举的这个角度 科程式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官员的一个 官员的顾问 对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不是 它是 这就是一个公事公办的 但是呢 另外呢 它在从雇佣到选 从选择到雇佣呢 又都是 包括这个筹金 都是由这个官员 私自支付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又很像是家层 所以这又 比较类似于我们刚才讲 这种双轨制了 我就 因为实验关系 我就不多讲 这方面 还有个定优制度 那么定优制度呢 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这个 按照中国的这个 所谓孝制天下的这个传统 就是这个战人官员 如果你的父母 如果 如果 其实后来 当然也包括祖父母 那你一定要离开你的位置 去扶上守孝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在历史上 是从 汉 一直到 这个清朝 所以 一直是延续下来的 那么 当然时间不等 最 我至少是 名义上是三年 当然 很多人和很多情况 有些变动 这个 于可平老师 最近有篇文章 把这个 把这个资料做的 整理 而且讨论非常详细的 所以我这里主要 介入了他的研究工作 他有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 我很同意 他说 定优制度的 源于 中法学员的校道 以及 校子天下的社会秩序 但他最终打破了 基于 学员中法之上的校 与基于 特权 等级特权之上的 中之间的界限 将中校融为一体 从而也实质性的 打破了 社会秩序 与政治秩序的边界 这就是说 比较 辱教里面的 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社会关系 进入到了 政治领域里面 以及 家族 私人利益 与国家公共利益 这样的关系 将个人利益 与公共利益 融为一体 这是 他的 这段话 我很同意 但是呢 我要强调 另外一个方面 那就说 丁与制度本身呢 也强化了 官员对 宗族的 忠诚和承诺 以及他的正当性 所以这两者呢 是相辅相成的 就一方面呢 这个 这个我们说 家国同构 把家的关系呢 这个放大到了 整个这个 皇帝和官员 这样的关系 但从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他也反而 又强化了 就官员对家族 对宗族 自己的 这个 这种承诺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我在讲 举最后一个例子呢 那就是飞耀通 先生讲的这个 双轨政治 这个双轨政治 实际上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 是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 两边属性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一方面呢 这个双轨 实际上讲 就是说 这个 从 国家治理 这个角度来讲呢 当这个 皇权延伸到 这个 县这一节的时候 它经过是个 柯层制的 这个轨道 所以双轨政治的 第一个轨 那么就中央到县呢 它是经过一个 政治权威 政治规则程序 对吧 比较付税 比如说这个 这个动员资源 比如说这个 这个 钱粮 这个行民 等等等等 这是通过 官邀体制的 但是呢 在县以下呢 至少按照 费先生 费耀东先生 这个 他的这个描述呢 下面就是 所谓的乡绅 或者家族 这个轨道了 那么 当然有 相礼制度 但是呢 更多相礼制度 也是服从于 这个世绅和家族 大家如果读一下 费先生写的 这个非常精彩的 这个很形象的描述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 这两者之间呢 一方面是科层的 另外一方面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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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绅和这个家族的 他们是不同的 这个基础 不同的这个 正当性基础 但是呢 同时呢 它是兼容互购的 所以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 不管是科层这个轨道上 还是世绅这个轨道上 的人士啊 都是互通的 对吧 比如说世绅可能是 退休的官员 对吧 或者这个世绅里面 考上了公民的 也可能进入了官场 这个呢 那大多数人呢 都是经过了 所谓的科举制度 所以科举制度 一个最基本的 这个一个效果 是达到了一个 所谓共享观念 因为大家都在读 读同样的这个 这个经典 这个书籍 背诵同样的 比如说这所谓的 这个经典的 这个语录 等等等等 另外当然在赤路上 乡绅和这个官员呢 有经常性的 这个互动和磋商 所以呢 表面上看来呢 我们看是个双轨政治 好像是一轨道 另一轨 是两者是 是隔离的 它是隔离的 但是呢 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又有很多的 兼容性 和这个 互相的 这个 这个来往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是一个 这个我们刚才讲 双元的属性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好 我们来简单的 这个小结一下 刚才讲的这个 双元属性的特点 就中国官僚体制 确实很鲜明 体现出了这种 两元的属性 所以第一方面呢 它是课程制度 我们课程制度 就是说它有正式结构 它有自然而下的 这个指令 它的行为 因为这个原因 是可预测的 是稳定的 对吧 是一个有稳定的制度 来约束的行为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它这个官僚体制 又有非常鲜明的 加速制的特点 对吧 刚才讲到了 这个加国同构的 这种文化基础 还有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家族中的 很多色彩 是嵌入了 官僚体制的各个环节 它在不同的空间 和时点呢 因为家族 和家族之间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产生了 很多的差异性 灵活性和多中性性 对吧 不同家族都有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自我的中心 所以呢 它产生一种效 这个特点 就是在中国这个官僚体制里面 和这个 整个这个大 广阔的江头里面 我把它称为是 分而不散 这是最早中法制度 想达到的目的 同而不一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是一个这个家族制 应该说家族制 带来的一些特点 但不仅是家族制 在发生这个作用 其他的很多方面 也在起这个作用 但是实际上关系 我就不多讨论了 但是我认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需要讨论的 或者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 就是这两元属性 官僚制 这个科生制和家族制 它们现在到底什么关系 是一种捆绑的关系 汉阶的关系 还是价阶的关系 还是融合的关系 我在举着 写这些词的时候 就在想 在他们之间的 这个不同的 这种联系的方式 宽绑什么意思呢 你是你 我是我 但是我们通过 什么样的一个规定 把你绑在一起了 对吧 或者我们要有共同利益 走在一起了 汉阶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更有 更强烈的一点 把你给 这个一头和另一头 直接紧密连在一起 不可以随便松动了 对吧 价阶是什么 像我们说这个 作物的 这个农作物 或者是这个果素的价阶 它这个 A和B在一起 会生成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又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到 A的特点和B的特点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一种价阶 融合 就像我们说调色一样的 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 它就 就成为另外一种颜色 原来完全脱离了原来的 所以它的那个色彩 所以呢 这个两样属性 在不同的官僚成 官僚这个机构的 侧面或者环节上呢 它可能有不同的关系 可能是个捆绑的关系 可能是焊接的关系 可能是价阶的关系 但也可能是融合的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分辨不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样了 所以我用 如果用我们学术一点词来讲呢 它可能是共存的 你知道 你是你我是我 但我们俩都互相接受对方 所以我们是这个共存 它可能是兼容的 兼容就是 更多的是可以这个 互相影响 那么还有可能性 它是互购的 那么所以呢 我说这个有些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木有制度 和这个双轨政治呢 它更接近于我 我把它称为是平行共存 一个松散关联的 我们可以看到到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逻辑 但是呢 他们又是相安无事的 而且是 应该说是互相兼容 还有一种 是更多呢 是合在一起了 是你能有我 我能有你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但是呢 它不是说 不是说是 叫我们可以分辨出它的特点 就像 有点像嫁接 这就是我称为的 兼容互动 互为影响 比如信任之间的 这个人事管理 我认为就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血缘关系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 这个人事流动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 非正式的脉络 但同时呢 它也是按照正式程序 来实现的 所以这种呢 我把它称为是一种 这种兼容的 这种关系 或者叫嫁接的关系 可能偶尔也会有些 焊接的痕迹 还有一种呢 那就是完全融为一体了 我把它称为就是 融合互构 而且呢 是这个混为一体了 我认为法律的儒家化 就是进入了 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去研究 中国这个官僚体制的 很多的各种各样特点 我们不仅去可以说 它有这种特 所谓的两元性 而且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去 或者是至少去试图 去把它分辨清楚 它到底采取这种什么形式 它为什么会走到了 现在 这这么一种状态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研究的研究的空间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它两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会导致一些演变 甚至是重新的平衡 这是这个小节 那么现在我想讲这个 刚才讲的第二部分 就是从历史的角度 历史伪度来讨论一下 它为什么 这个两元属性体现在哪一方面 那么我现在讲 想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会走向了两元属性 为什么会 比如说没有走到其他文明里面 就有其他的这个 比如可能是特点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组织形式 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是非常粗略的勾勒一下 我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想法 但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粗糙 没有这个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吧 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着眼于 它的组织制度 演变的选择机制是什么 就什么样的动力 推动了这些这个制度的选择 我们可以 这完全从理论这个角度来 抽象来看了 我们从外在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不同的环境压力 会导致哪些制度呢 特别有生命力 能够存在下去 而那些其他的制度呢 可能就被淘汰掉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在组织学里面 当然有这个群体生态 这个理论 专门讲就是这方面的道理 然后内部来讲呢 我们讲这个 每个组织都面临自己的资源的约束 所以它面临什么样的资源约束 就是内部的资源约束呢 会影响到 它会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当时是对它最有效的 对吧 所以这个组织机制 比如StinchCon 在讲的这个社会结构 与这个社会组织 里面就讲这个道理 就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是任何一个组织里 任何一个社会里面的组织 都是从它社会资源里面 找到它需要的资源 去发展起来的 当这个社会没有足够的 没有其他的资源的时候 它就会利用它已经有的资源 来发展起来 所以这是第二个组织机制 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内生的机制 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途径依赖 就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东西呢 对我们来讲就成了一个新的 或者说新的资源 新的动力 也可以说新的约束 使得我们在这个机制上 在这个已经有的这个轨道上 继续往前走 这三者呢 虽然我把它作为这个排列出来 但是它实际上是可以在一个 非常内在一致的 连任逻辑里面 把它重新组合 盖过起来的 比如说这个交易成本 这个框架 可以把它三个都放在一起来 来讨论的 当然也可以 为什么我没有把它给 这个医疗放在一起呢 因为这医疗到一个具体的场景 实验里面去讨论的 所以我想我现在只是做一个 简单的这么一种讨论 所以我就就是把它列出来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么我来稍微这个展开一下 就一个方面我们讲 它是在不同环境里的这个选择机制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这个任何一个政权 或者政权建立过程里面 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环境 一个是打天下的环境 另外一个是治天下的环境 这个打天下环境 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来讲 比较纯球战国时期的 特别战国时期的这种 国家之间的竞争 这个战争 对吧 这个比较顶心的 最近的关于这个 如法国家的书 包括中文的英文的 都做了非常好的这个阐述 这个当你在这个 所谓全民战争 这个逐狐国之间的争夺里面 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马背打天下 在马背上打天下 那你一定要用通过效率 来应对你的生存压力 因为你没有效率 你打不过别人 你就被淘汰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 某一类的组织形式 是特别有效的 那么就是我们讲 是法家主导的 这个集权的 可能制的形式 这个顶心在那树里面 做了非常好的这个阐述 那么当 打下天下以后 就秦的这个 同意以后 那么当秦以后的国家 它面临的是一个致天下的 就没有太大的 这个外面的压力 但是呢 怎么样去 这个内部的 这个整合的时候 它面临的是 不同的统治的目标 和它相应的压力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刚才已经举了 很多例子来讨论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皇帝 他的这个官楼体制 这个规模有限的时候 他是通过一种 范血缘的关系 来统治国家的 包括人事 包括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推动了 其他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 这个社会制度 或者是这个 官楼体制制度的选择 包括这个家国 通购的文化 提供了正常性 那么所以说 这两种不同的环境呢 可能是为它 选择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是提供了一定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可能性 或者压力 那么当然 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这个本身呢 也是一个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讲的很简单 就是两类大天下 治天下 但是实际上 在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历史 每个历史的 这个过程的 一个环节 都会碰到 当时 重新要讨论 要选择的东西 包括比如说 军县和分封之间 这个 上上下下的争论 和这个选择的 不同的选择 在历史上的 比如说 这个赴税制度的 不同的变更 比如说土地制度 比如说各种意识形态的 之间的这个争论 等等等等 这一段都是 这个史学家 又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 从理论上再重新梳理 重新找到一些 它发展的脉络 和可能的解释的 还有一种 就是组织的资源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说 欧洲和中国 一开始就有 两种不同的 家族制度 那么这两种 不同家族制度呢 就会产生 非常不同的 这个组织形式 而这种不同组织形式 在不同的 这个文化背景下呢 它有不同的 教育成本 它有不同的 教育成本 那么这个 这个经济史学家 Griff和他的这个 另外一个 一个collaborator 这个 Kabellini 写过一篇文章 我觉得 把这个道理呢 讲得 讲得比较清楚 它就是 如果我来 转述一下 它的基本 这个说法 就是 任何一个社会 我们说企业 或者一个生产单位 它组织起来 都有相应交易成本 比如它要合作 协调 对吧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它要分享风险 大家为什么凑在一起 一起来做一个产品呢 这个产品将来能不能做成 对吧 它一定要有激励 要有相应的激励 让它愿意做它做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 那么家族 不同的家族形式呢 是提供了不同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组织形式呢 不同的 不同组织形式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呢 它就相应的 不同的交易成本 举个例来讲 比如这篇文章里面 后来我记得 它就还写了一本书 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就说比如中国的这个家族 我们说它有血缘关系 对吧 血缘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整合的机制 谁是我的人 谁离我最近 谁是我最相信的人 血缘关系是非常清楚 或者犯血缘关系 随是我同门 随是我的 我的这个 这个弟子 对吧 那么这种血缘关系呢 它就提供了一种相应的机制 来 合作协调 来分享风险 来 产生激励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家族呢 很容易的延伸过去 就用家族的关系来 建立这个企业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这个 凡是这个儒家文明的 这个 这些国家地区 都有很多的家族企业 都有很多家族企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家族企业 为他们产生 这个降低 所谓的这个 交易成本 是提供了非常有效的 这种机制 欧洲呢 不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了 欧洲的这个家族 没有这么大的家族 所以它一开始 就不具备这种 所谓的优势 所以为什么 它就更多的要 依靠 所谓第三方的机制 所以这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在这个 法律 这个法律文献 英文里面的 这个法律文献和英文 这个经济学文献里面 讨论很多 所谓的 private ordering 就私人法庭 就它一定要有另外一种机制 在国家没有出现的时候 另外一种私下的机制呢 来解决他们之间的 这个合作协调 风险 风险 这个风险的分享 和它激励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它没有 所谓这个家族的 血缘关系的提供 便利的时候呢 它就一定要推动 法律的秩序 法律的保护 因为否则 它就很难 有这个合作 这个交易成本 就会太大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就推行了 第一 法律制度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出现了 其他的组织形式 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很新的一种组织形式 而这个组织形式呢 就和它的法律秩序 是相互关联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同的这个组织资源 就是它背后的文化背景 提供的组织资源呢 推动了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 也推动了不同的这个制度安排 那么如果具体到中国 这个场景来看呢 这个一种体制啊 和历史上这个 重农一伤的这种政策呢 它就限制了这个组织 创新的很多可能性 我们知道农业社会里的一个 封闭性是最大特点是吧 我们过去讲五里不同阴 百里不同俗 对吧 然后呢 官楼体制本身 这是很多研究工作 已经提出来的 它是不鼓励创新的 对吧 它是因为是为什么 因为创新会打乱稳定 对吧 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觉得就会很有意思 这个 在这个 John Padgett是一个 Politic Scientist 在杰安哥大学的这个 Padgett和他的同事 这个一个研究工作呢 就研究这个 在生命主义兴起的时候 Florenzo 这个在文艺复兴时期 产生这种新的 这种这个 所谓的组织形式 叫合伙制 这样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很多的组织商 是个合伙制度组织 那么他说这个合伙制 当时怎么产生呢 就是两种不同的 组织制度嫁接 一种是这个家族制 一种是当时的韩会制度 那么这两种制度 在通过这个人事流动嫁接 和这个当时 当然他讲了很多 这个历史的历史上的 这个特殊的条件 所产生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那就合伙制 而这合伙制一旦产生了 它可以既有紧密的组织关系 又可以变 这个变及 这个当时欧洲各地 就一下子把这个 这个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当时金融的这个产品 推广出去了 所以这种形式呢 是两种不同制度嫁接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 其他的这种制度 比如说韩会制度 发展起来的话 那当然就不会产生这种嫁接 所以一个组织资源的丰富性 就会 大家就会决定 他将来创新的可能性 和他可能要选择的 这个不同道路 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机制 我想说的 但第三个就是这个 途径依赖问题 途径依赖当中文化观念 但对我们选择 什么组织制度 和什么组织制度 是可以供我们选择 就很多的这个 或者说他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资源 或者说他限制了我们的资源 就像一个工具箱一样的 我的工具箱里面 如果很多工具的话 我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找出各种工具来解决 但我的工具箱里面 如果只有某一类工具 那我只能在这某一类工具里面 找到选择 对吧 这个经济学家许晨刚 用这个赤炉基因 来做了一个类似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 当然在选择过程里面 会产生一些既定的利益 利益集团 那么利益集团 当他们在选择下一步制度的时候 就根据按照他们的 所谓的这个激励来选择 那么就会产生新的制度 但是也可能是固化原来的制度 所以这些机制都会影响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 比如说官僚体制 在历史演变过程里面 会形成什么样的 或作用什么样的选择 所以如果我们进一步想一下的话 就是我就有很多 非常有趣的研究问题了 那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 在具体的事件上 面临了怎样的选择 压力和选择 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机制 导致了当时做出的 这个抉择的这种决定 那么这样的这个抉择 又怎么影响到了随后的国家的建构过程 建构路径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去想这个问题 用这些分析概念来想的话 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非常所谓中观的 可以分析的这种 这种研究工作 而不是说大而化之地讲 这个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中国建构 国家建构路径 或者关注体制 用这种大概念来说事 比如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中观的概念 来澄清具体研究问题 提出一些好的分析概念 或者理论逻辑来帮我们辨识 有哪些机制 它们怎么发挥作用的 和它的适用编辑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讲 就是说这个关注体制 是一个互购的过程 那么这个家和国 它到底怎么互购的呢 比如这个家族制和客战制之间 比如说我们再讲更具体一点 比如这个家族的这种关系 不管是犯家族的等等 它是怎么样进入人事流动过程的 我觉得我们如果从一个具体的案例 一个历史上的这个资料 我觉得都可以找到一些 这个蛛丝马迪来进一步去研究的 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到了 这个两元属性在不同的环节里面 实际上它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些是更重这个焊接的 有些是这个并行的 有些当然是非常紧密的 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这个监察制度和乡里制度 这两个不同制度 我只在举个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讲 他们更多体现的 到底是家族的色彩呢 还是课程的色彩 为什么会有比较更偏重的家族 或者更偏重这个课程呢 为什么呢 而在不同识点上 会有什么样的演变呢 所以我觉得像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呢 就会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研究问题 我觉得而且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 而且呢这种研究呢 我想象就是 它不仅仅是就是说 某一个人在这带打独斗的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包括历史学和这个社会学 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结合 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些想象了 好我想最后呢 我想简单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刚才讲这么多都是历史现象 那么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那么我将回到我这个讲座开始的时候 提到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有两种这个途径依赖 一种途径依赖呢 是历史的延续性 以前的制度观念习性延续到现在 所以我们通过历史来更好认识现在 还有一种呢 我们现在的制度做法呢 可能是对历史以上一种反应 甚至一种改造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看历史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认识现在 如果我们从比较制度角度来看 比如说这个欧洲近代国家的这个演变过程呢 为什么要讲欧洲这个国家经历呢 因为近代国家首先是在欧洲建立起来的 这是为什么说它提出一个参照的框架 那么欧洲这个国家建构的经历呢 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集权的过程 就是从分散的区域性的权利 对吧 这个贵族 这个local lodge 然后逐渐的向国家向中心聚集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 很多组织制度这么演变起来的 比如这个付税制度 金融 军事 公共管理等等 这个又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工作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科生制组织发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这就为什么在20世纪初 这个韦伯提出来这个科生制的时候 大家都这个欣然接受 而且马上做了 又引起一大堆的研究工作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 是那个时代这个兴起 这个应运而生的 而且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很多年的 但中国的这个国家建构呢 是走了一个很 有自己特点的一个道路 就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它在历史上呢 是很早就开始有了 就有了这个起步了 而且呢 很早就非常成熟 已经建立了我们说六部的 这个高度分化的这种功能分化的 这种这种这个结构 它非常正式化 但是它的这个能力啊 就它的这个治理的 这个所谓这个统治的这种力度 实际上是有限的 对吧 因为那么大一个国家 多样性等等等等 所以在历史形成里面 它更多的通过很多其他的 补充的替代的机制 比如说当然有很多可能的机制 比如法律上的宗教上 宗族的乳学等等等等 中国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个乳学 后来成为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这个加构 加构同构的这个文化整合 起了非常大作用 对吧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个乳学思想和这个文化的基础呢 后来演变到了这个 在官僚制度里面制度化 经历了一个制度化过程呢 就是我后来现在提出来的 就是它的法律的乳家化 到这个组织的乳家化以后呢 就产生我们说的这个 中国官僚体制的这个两元属性 这一系列的鲜明特点 和不同在不同环节上的这个 这个体现 那么 那么它的意义呢 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呢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它在传统中国呢 它是 这两者 家族制和客人制呢 产生各种 程度不一的特点 有些是并存的 有些是兼容的 有些是互购的 但是呢 它不断地还会产生紧张 因为这两者 虽然我认为它正当性是 是兼容的 或者在过去这个体制里面是兼容的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摩擦的 所以呢 它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要牵到一点 就是说 它这个家族是 有本身是带来了 对这个 这个帝国统治 一种这个 这个威胁 那就是它的内在的凝聚力 和外在排斥力 这个不是在这个 所谓的国家的控制之下的 而是这个家族本身 会产生这种 内在的凝聚力 和这个外在的排斥力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呢 就是它给中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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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建构 带了一系列的 很有趣的特点 其中一个就是 这个一统性和多样性的 这个这种特点 就是说科成制呢 它提供了一个 一统性的组织基础 对吧 我们通常讲科成制 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标准化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 按照一个统一的结构 统一的文书管理 和这个人事安排来的 对吧 但是呢 因为它有非常强的 这个家族色彩呢 所以它就塑造了 这个官僚体制内部 和不同区域 或者领域之间的 离散的关系 因为有不同家族在 就等于说 就是有很多的 这个缝隙 和各自的凝聚 和这个排斥 这样也为这个 地方性的差异 利益 和多元的这种 多中心的这种 这种态势呢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我认为呢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 实际上是一直在运行的 在实际运行中 一直体现了这个 与封建与军线的 这种一种特点 这种状态 那么这是这个 中国历史上 国家建构的 一个路径和特点 那么当然 这个历史的遗产 对194年以后的 当代的国家建构呢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 194年以后的 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执政以后的 带了新的组织形式 和意识形态 比如列宁是组织 这个强调的等级 等级制度 纪律 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意识形态 向前看 做出一个历史规律 这都和原来儒家的 向后看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儒家文化 当然还是在延续了 是有很多的 其他原因在延续 这个包括家庭关系 包括 这个我知道 这个像这个 休小在研究这个单位 对吧 陆陆他们这个团队 在研究单位 其实单位 大家想想看 在我现在回头再看 就像我们过去 一个家族的比喻一样 我有成员感 然后成员之间 应该是 我互相关照 而且上面的 这个家族的 这个所谓这个单位 要对这个家族 要负责任 要照顾到大家的利益 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 蔓延的这个社会关系 比如说同学同乡 同门占有 十个世界等等等等 这也都在很大程度 反映我们说 犯家族的这种特点 那我可以还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在 在当代呢 就是列宁市政党组织 就和这个我们说 两员属性的这个官僚传统 历史上的传统 遭遇了 那么他们之间呢 就产生了 就说 应该说是一种冲突 为什么呢 就过去在历史上啊 这个官僚体制 它科曾治和这个 加州市的 我强调 它这个正当性基础呢 虽然是不同的 但是兼容的 那么在这个当代社会里 它是不兼容的 所以呢 它又不能 这个 完全的这个 割舍 但又不能渐入 所以这就诱发出 一系列的这个 紧张和冲突 我觉得从这个线索 来思考呢 就为我们认识 1940年以后 国家建国的一些路径 和一些特点 提供了很多的 这个有益的思考 比如说我们 加强党的这个组织机制 与这个官僚体制之间的 紧张和冲突 针对地方主义的整顿 包括施养改造 政治运动 或者整风运动 和优势诱发出来的 这个集权和分权之间的 政治周期 那么我在我的看 我的这个 想法呢 就是说 这些当代的 国家建国的 一系列特点呢 都是针对 不能说都是 就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历史遗产的 反应改造的努力 和产生的这个结果 那么当代国家 运作的一系列 新的特点呢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 得了很多的启发和解释 那就是 这当然就是 另外一个研究题目 也是我希望 这个下一步 进一步去做研究的 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